然後因為我們這桌有三個女生 而且其中兩個還長得滿正的 就小孩子跟嘉芊 所以那個男生就 關在籠子裡面 這男生就異常的興奮 然後呢 他就不斷地把 你知道 有一隻東西伸出來籠子外面 然後大概跟手臂一樣大 然後總共是 他那個 他就會一直這樣在那個籠子外面 這樣甩來甩來甩 我們三個人 我們四個人坐在桌子下面 最恐怖就 因為我們很擔心 我們頭會被打到 所以我們就一直這樣 然後我們有飲料嘛 我們也很怕會有 就是汁液滴到飲料裡 所以我們就一直這樣 就這樣 然後我們四個人就坐在桌子前面 然後一直這樣說 我要去上廁所 我說你敢站起來嗎 然後我就 不相信你們三人出國沒有艷遇過 是不好意思講的 對啊 尤其小康哥 你怎麼肯定 光是你在中華民國會掌管艷遇的 太多了 對啊 你的機會比較多是在飛機上面 哦 你這種長相還有這種感覺 就很適合在飛機上有艷遇 對 對 小姐帶到這裡 小露姐還滿好把的 是不是叫我這種長相 那在飛機上艷遇是怎麼樣的 所以說可以吃到商務艙的餐這樣 還是說可以吃到同等艙 因為已經做商務艙了 哦 對不起 而且機器艙艷遇很尷尬嘛 因為太窄了你知道嗎 有沒有怎麼樣啊 肢體上有沒有什麼 沒有 我覺得女孩子出國 真的滿容易有艷遇的 為什麼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這好像 我以為應該有在別的節目講過吧 可是一抖 可能會抖住別人的內幕來 就有一次我 你去泰國 我們等的不就這一刻 OK好 我去泰國玩 然後是跟小S和嘉謙 和一個不是 不是一圈內的朋友一起去 然後他們就約在一間 是以男生為主要商品的店 漂亮 因為當晚四個團員 就有一個男生 但我們要遷就他們 然後我們就去了 結果呢 因為我們到了時間已經比較晚 所以呢 他們店裡面的那個桌子都坐滿 然後我們就被分配到一個桌子 那那個桌子的位置很尷尬是 那家店是這樣子 它有一個舞台 那一定的時間之後 那些男生會上台來 有號碼在身上 他就上面扭一扭去 過過吧 對 但是其他的時間呢 那在那個店裡面的不同的地方 都各自有一個籠子 那裡面都關著一隻男生 然後就會換人 但這個男生他是 Totally naked 就是全裸的 然後我們坐的那個位置 就在一個籠子前面 然後因為我們這桌 有三個女生 而且其中兩個還長得滿正的 就小S跟嘉謙 所以那個男生就 關在籠子裡面 那隻男生就非常地興奮 然後呢 他就不斷地把 你知道 有一隻東西伸出來籠子外面 然後大概跟手臂一樣的大 然後總共的是 他那個 他就會一直這樣在 那個籠子外面這樣甩來甩去 我們三個 我們四個人坐在桌子下面 最恐怖 就因為我們很擔心 我們頭會被打到 所以我們就一直這樣 然後我們有飲料嘛 我們也很怕會有 就是汁液滴到飲料裡 所以我們就一直這樣 所以我們四個人就坐在籠子前面 然後一直這樣 然後說 我要去上廁所 我說你敢站起來嗎 然後我就 然後後來那個 有一個不知道是小S 小S的樣子 她的飲料比較慢來 然後我說 你的飲料為什麼還沒來 她說 對啊 我好渴喔 她只不過舔了一下嘴唇 結果所有人都看到 然後你也就以為就 哇 就你們應該很飢渴 就全部都靠過來 所以我想 女孩子比較容易有任意 我去上個廁所 你打到 被亂放工 還好 我去上個說 結果我以為 那個應該算很厲害 那女生不遑多讓 就是如果你去那個 爬碰夜市的時候 你會看到 因為他們都比制服很辣這樣 那當然比基尼已經很辣了 那有一天她真的拚了 有一個女的跑出來 就說 SAMARIA 制服是這裡只有兩個貼紙 然後就有兩根流蘇 然後她就一直讓她的流蘇這樣 不錯 又這樣轉 然後大家更聽說 她的目眩神明就進去看了 阿雅 請問 你覺得女孩子出國 比較容易有豔遇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我們台灣人 比較喜歡外國人的那種 幽默跟體貼呢 還是說 因為到了國外以後 心情放鬆了 就比較容易讓人家結集 比較大膽 我覺得心情也有關啦 因為我覺得台灣女生 滿多都是走悶騷路線的 對 對 這一點你應該滿了解的 對啊 我研究過 不是很了解 研究過 為什麼康哥很了解 因為他就開這種店啊 我開豔遇店了 因為很多平常在上班的女生 到她們店裡的時候 都會變得比較放鬆 因為就是去玩的嘛 狂野 狂野 對 但是你知道嗎 很多人說 我在國外一定很吃香 然後我從就是告訴大家 我要出國到現在 幾乎每一個人都說 你的長相外國人一定很喜歡 可是我到最後 已經不覺得是一種讚美了 因為好像外國人 他們喜歡的女生就是 單眼皮 然後黑頭髮 劉玉玲 就是每一個你看起來都長得是 對 他們認為中國女生 這樣就最美 你看他們最紅 就劉玉玲跟白玲啊 你看 可是劉玉玲很漂亮喔 我很喜歡 最後很有味道 現在看久了 你覺得她很漂亮 剛開始的時候 你不覺得 有無奈的那樣 對…有 所以原來台灣的觀眾 你們一直覺得看到我 會有一種 有無奈的感覺嗎 不會 是嗎 看到你們 就看到你們 智慧 真的嗎 只有智慧喔 天啊 所以我今天比較想要了解 看到她就像看到沈智慧 是啦 一樣有內涵有智慧的一個 你好過分 謝啟大啦 不要這樣啦 要怎麼樣可以避開那些 可能對我是意圖不軌的 那一種艷遇 可以艷遇都是意圖不軌的啊 是嗎 要不然呢 對啊 我不可能跟你艷遇呢 我們去看書吧 你如果…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群姐妹 我會常常在覺得說 在夜店當中沒有辦法 會碰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難道真的有這種詛咒嗎 但是其實… 沒有人要找真命天子 去夜店找了吧 而且艷遇一定是意圖不軌的 你怎麼會遇到那種 就是對你完全沒有任何的貪圖 那哪能算是艷遇呢 當然是要喜歡我啊 但是不是目的 只是為了要上場 那種叫做結緣 對啊 所以我應該帶很多侯珠去發 是不是 所以要買我一杯飲料 我就喔來 阿彌陀佛 結個優啊 OK 那你們認為哪裡 最容易發生艷遇這兩個字 咖啡廳了 還有馬路上 馬路上 你呢 逛街 逛街的時候 真的啊 其實逛街的時候 你比較好判斷一個男孩子 怎麼說 你可以從他的… 穿著 言行句子 亮嘛 我們說白天嘛 看他整個人的感覺 而且那時候幾乎是沒有喝酒的狀態 對 你跟他聊幾句 你大概可以判斷出他什麼狀況 我覺得是夜店的時候 夜店 可能因為我出國都喝到天亮 然後睡起來又晚上了吧 那你覺得什麼 因為… 好啦 也是夜店 你們這樣都很淺 我跟你講 我覺得最容易發生艷遇的地方 哪裡 海邊 好鮮喔 真的… 好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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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海邊沒有一次 真的 我們剛剛沒有想到這個選項好不好 我們剛剛想的是去… 忘了是說去有海灘的國家 那就這樣比我也覺得應該是海邊 對不對 海邊 因為大家都在曬太陽沒什麼事嘛 對 欸 但我覺得你這答案其實也不夠深 你知道真正最容易 比這兩個海邊跟夜店都還要容易有艷遇的人 就是海邊的月店 好… 你贏了 再一分 你贏了好不好 好 這次以艾亞的個性 她要出國念書一年了 大餅 你會有給她一些什麼樣的建議呢 因為你比較了解她 就我覺得你應該放開你心中跟生命當中 的家屬 對 你要給自己放寬一點 不能閒置那麼窄 就一定不能意圖不軌 那沒有艷遇 其實也許有頓悟 那沒有艷遇 你說外國的夜店 不一定有錢就進得去 沒有錯 為什麼 他們會挑比較漂亮 或比較穿著 比較打扮 比較眩的人 太過分了吧 老闆挑頓人這些 就是 所以說電影裡面演的是真的 沒錯 而且他們的保鏢 門口的保鏢好像還收小費 如果你先塞錢給他 他就先讓你進去 有些地方都不收 有朋友說去他站在那邊 站了一整晚 就看到一直有人插隊一直進去 他們從頭到尾都進不去 對 你看 紐約很多夜店 外頭排很多人 他不是在等 而是說他們都沒有被讓他們進去 對 尤其是那些很多模特兒的夜店 越南進去 外頭就很厲害 你看你選的地方 給你人生是一個最大的討厭 對啊 像康哥的朋友在台灣 只要有錢進得去 在紐約市很少 因為你本來要看 他好像很沒現實的感覺 你不是就進得去嗎 我們店裡沒錢也進得去 台灣不能挑客人 會不會揍的 那如果阿雅說穿這樣子去夜店 她進得去嗎 我覺得阿雅應該 我覺得阿雅一定進得去 夠漏 我覺得阿雅一定進得去 因為大家都太高 她用偷溜了就賺進去 去夜店